哈喽,大家好,Rai1です 好,这张素鼠的圣兰达已经把它给极限战觉醒完成了 那么这一次就要把它给拿来尝试用一用了 呀,素鼠圣兰达等了将近一年啊,终于获得了极限战 这次就来感受一下吧 最主要的就是对掌技啦 纯粹塞好人,七里加三,学攻防170%up啦 已经就是直接取代掉那张超级达尔啦 然后在必杀方面有一回合攻防上升超级特大伤害 然后防御大幅下降 被动攻击150%提升,防御100%提升 然后必定追加两回攻击 并且的确率必杀技发动的确率大概10%左右啦 就当做差不多就5点的连击这样子 再来就是每一次攻击防御20%提升最高100%啦 提到满300% 然后条件满足就可以进化 进化条件这边就稍微有改好一点点点啦 从30%提升到40%这个样子 然后进化在之后 老实说他这个进化之后的生团单 再来看看他的这个贴纸效果 实在是有够好看的 哇老实说这个跟吉悟空一样都非常好看 当年的这个地区宇宙的队伍 然后必杀效果还是一样啦 一回合攻防上升 然后防御变成超大幅下降这样子 再来就是被动 回合开始时自身攻防150%提升 必杀技发动时 没有攻击防御100%提升 老实说这边是比较小遗憾啦 攻击只有150%吧 这个是最遗憾的点 但是也不代表他弱啦 然后必定两回合最佳攻击 的确率必杀技发动 这个是同样的 然后攻击するTabini 每一次攻击灰心发动力 10%提升最高70%了 70%那边的话算起来差不多就是超高确立这样子啦 OK然后这一张是全连接满的 然后赢技能一我还没有决定要放什么 所以暂时就给他放置先 然后队伍就跟那一天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应该说跟昨天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就行きます 同样是鸡豆北鸡大钻啦 我们来看一下差异度会改变多少 哈哈 这个顺位不是太理想嘛 不过就花一点时间就OK 应该是会花相当多的时间 哈哈哈哈 那个 我是跟他换掉了啦 嗯 我是跟他关掉了 不要每天去折磨小特 哈哈哈 OK六颗猪 这样子就搞定 那么就直接出发吧 这边前期的话就相当的随意 怎么样都OK OK Final Impact 我觉得这一堆要掉血 嗯 难度是 有一些些吗 还行啦 至少有这些落落的旧卡在 哈哈哈 比如说这一张辅助卡 这边的话目前连接是相当普通啦 超赛王的血金跟灵战 那么出一个普助 初始防疫123500 比起那一天初始只有9万 已经是还不错啦 还不错啦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就给他转一圈过去 看怎么样 他的必杀 会有必杀效果是攻防提升 然后每一次攻击防疫提升 270万 嗯不算特别高啦 普普普普普 但是一一一一就把敌人给轰掉啦 提升到了20%的防疫力 这边的话我要让我的圣兰达 圣兰达移动过去 所以这边就暂时随意写写好了 好了 前面的话就不管那么多 随便打随便打 先把整个队伍调整 调整完成先 嗯 顺位太差啦 哈哈哈 想不到 6周年的圣兰达竟然卡在那个位置 所以开完必杀之后就是硬邦邦啦 完全没问题 就算只有3-4%减傷 也是硬了我们的摩打 问题 这个是12-7必杀嘛 跟我们极限在完成的圣兰达是一样的 哈哈哈 都是270万上下 噢靠 欸有没有搞错 你这么快就变身了吗 Vegeta 哇 这次对我这么好 40%的激励 哈哈哈 有点提升 欸 其啦其啦其啦 Vegeta 他的眼睛闪闪发亮 有没有大家 哈哈哈 这边的话 嗯 升上去150%初始队长技 然后连接方面 就 好像就多人了一个超级战 所以在防御力上面是没有什么差别 15万起头 比原本的好很多啦 然后开的必杀技是提高100% 所以就是 直接会变成30万的防御力 然后 然后 必杀效果再加30 再加30 就再加多9万 那么就39万的防御力 如果可以再连到多一发 必杀就有48万的防御力 这只是没有开路的哦 哈哈哈 是 那不过这边的状态是因为有一个扑住的情况了 嗯 嗯 开不到招 开不到就算了 开不招的话 开不到招就随意了 就是这么个简单 3 313万 嗯 攻击多了一个超级战 哎 就上来了 然后10%会星 20% 30% 再来连多一次 哎 没有我自己的 因为没开路的关系 你只有5点的连击也 10% 不是那么好触发到啦 不过会星力已经高达了30%啦 然后之后 就可以靠着会星力来撑了 嗨 我已经 已经可以开除攻击啦 不过就 就不管他了 谁 撒撒撒 呃 血量还是 没有在巴巴以下 所以 咕咕咕咕咕 哈哈哈 呀 卡克 我这次的100抽 竟然一张生兰达都没有补到 这个倒是让我蛮意外的啦 OK 这样子的话 漂亮 6条连接 然后 14万6千 14万6千的防御力啦 然后 100%就29万左右 嗯 每一下攻击 大概提升 每一次必杀8万左右的防御力啦 当然 只要可以触发到才行啦 这是前提 哈哈哈 欸 开不到招开不到招就算了 不管他 sante sante 首先就是 我们的 圣兰达 431万 OK 好 接着 327万 少了扑住 可是连接连上去 327万 虽然说大家会觉得 不是很惊艳啦 但是 他的 会心触发力这一点 其实是会把它给 拉回来的 然后如果是 开路开的够多的话 我个人是推荐啦 20连6会 直接请上去 不用客气 这样子 就 就可以搞定这一切了 嗯 非常棒啦 伤害数值 老实说不到让人 惊艳的地步啦 但是就是 那个 四连必杀的可能性 很吸引大家啦 应该说很吸引我啦 嗯 我个人 个人观点方面啦 我觉得这一张北极道啦 它的极限 是比去年的 那个 那个 极悟空还来的 更强的啦 主要的强点就是 它一开战 应该说怎么 呃 要怎么说呢 就是一登场 它就有 相当高的防御力这一点啦 它就可以扛得起伤害 像悟空的话 一开始它是需要 因为它是有无限跌攻跌方式很棒 可是你需要时间给它去跌 可是像现在的 Retrozone的关卡 就没那么多时间给悟空跌 如果一开始就不小心 命中大招之类的 很快就会被收掉 可是这一张北极道来说的话 除非是面对到客属 不然的话 大部分的伤害 其实在第一阶段 它都扛得下来啦 尤其是它开了必杀之后 它的那个防御力啊 因为它会连 一下子 自己就连两个普攻了嘛 再加上必杀技就是三下 这三下攻击内 我们打底最初死状态 就可以额外提升60%了 这边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提升啦 这边的话 是普助 然后满连接 这边的话 它就有16万4千的防御力 哇哇哇哇哇 十个 那么这边的话 就我们来稍微 看一看呗 只是最后的 哇哦 技术的北极大 有一点点的让我不太放心 不过不管它 OK 北极大的必杀在这边的话 哦 还回味掉了 那么这一轮算是safe啦 怎样都算是安全的 来 sendomizu 六下 60%的灰心 那么这一次 70%的灰心 400万 大家不要觉得400万很差啦 我这张是没开路啦 最主要 然后灰心发动其实提升很高 来 417万 这样子就有800万的伤害啦 好 再来 哎呀普攻没关系 再来 我自己的那个5点的必杀效果真的 那个连击效果实在是触发不到 不过对于有点高 应该说有开路的朋友 其实这一方面就没什么好担心了 灰心其实是不需要特地去点 组点连击就好了 只要我们可以中间 呃有硬气 触发到他的那一个 的确力的必杀效果的话啦 的确力的那个必杀连击的话 其实一切都是好说的了 完全没什么好在意的 哎呀 嗯 啊 这样子就好了 反正也死不去 OK 杀杀杀 全主星效果拔群有到了 然后因为巴巴以下631万 哦 厉害 刚才那一个就是 北基塔的最强状态啦 这边的话 有超级赛亚人这个连接 嗯 这边有点可惜 他没有超赛的连接 不过无所谓啦 嗯 哎呀 差一点都看不到 还好有注意到 然后这边的话 我就给他一个铺马 25%的攻击加成 加加加加加 这边的话是有16万亿 然后攻击防御能力上 全部都很足够用啊 大家不觉得吗 这边一个必杀开下去 直接39万的防御力 635 OK 杀死了 不过我实在是觉得 这个50%的灰心的触发力真的是 超干的 完全不怎么会触发 OK好 美金啊 450万 可以哦 可以哦 蛮高的 蛮高的 相当给力 灰心 70%的灰心就是爽 每一下都灰心 哎 该连击 我的那个5% 应该说那个5点的连击 真的是完全没有效用的 哈哈 没消炎 OK 毕萨开在大特身上 那么就真的是完全无所未计了 哎 12万 轻轻松松的扛啊 这样大特 我觉得作为北极大这个 队伍内的普筑 然后右发 应该是用来触发 摩达的主动技方面 是很有用的 哈哈 非常有用啊 它本身又够强哦 OK 这样子就好啦 嗯 不需要额外 而且现在是有 加工倒计的存在 Honkyo Missetir 哎哎哎哎哎哎 Spark OK 应该是可以红爆 这个 蓝神达吧 嗯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觉得 集翼悟空在 战斗力上更强吧 哈哈哈 毕竟无限蝶工方啦 嗯毕竟是无限蝶工方 哦 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 悟空 集翼悟空到现在还没有200%的队长技 我是蛮期待一下集翼悟空 在有200%的队长技一下 战斗力会去到哪里啊 我自己是有两张都是 都 哎我两张集翼悟空 我的集翼悟空跟北极大 都是没开路耶 这样找一条 把他们两张组在一起 然后来试试看一下 多啦 嗯 自爆什么的就 不太需要呗 OK 然后再开一个Wisp就好啦 这边 这边的话我看 过渡就好 过渡就好 等下再转回来 我等下一回合 我等下一回合 不过就我个人来说啦 我觉得这一张生兰达 比技术的那个超市狗 极大在周年极限制的那张 还要来得更好用 呵呵 因为它的防御力真的是很足够啊 而且 自带联机这一点真的是很不错 该来了吧 还是联不出来 小可惜啦 来 Final Impact OK 没有伤害 果然 50%配上40%的Wisp 就是这么的硬啊 嗯 嗯 呀 我看 好久 欸 开个主动机吧 想要想要 想要看一下 北极大自爆 突然 突然 突然想要 哈哈 这个自爆的王子 太赞啦 哈哈 OK 好 就是这么个样子 那么 继续 下一回合 我就让北极大直接到最强的状态啦 哦 会醒啊 嗯 应该是必定会醒 哈哈 突然间遗忘掉它的这个能力了 哦 500万的摩达 死了 不过摩达这张继摩达啦 它的攻击力啦 在变身之前会比较高 变身后反而攻击就不如变身之前了 这个真的是还蛮可惜的啦 OK 这边的话 我就让这一张走在一号位 然后这个样子 位后面的增加攻击 它每一发必杀是增加30%的攻击啦 如果是可以连击的话那是最好 不过我的这边连击才9点吧 就可能比较难一些些 一个威士 虽然说现在是没有损血 可是加工道具 我也用上来就直接看看它可以到多少吧 我们比较有机会做到的那个输出的表现啦 最后当然就是继续来看多一下王子的自爆 这些都不是问题 那么现阶段是满连接 连接全部都是LV10开了一路 然后有加工道具 有普助在 Sateto 都要了 Begita 刚才是450万左右是最高嘛 那么这一次有普助 而且让这个技术的 轻值加力克炮男生打在一号位 帮忙做输出加工 OK 两下那么就额外60%的攻击 水啦 那么轮到我们的Begita啦 Sateto 543万 嗯 没开路 55% 看 灰心不处 哦哦 连接 这就是的确率 我在这一轮上已经撞到了3次的确率了 哦哦 第4次的的确率 到这样子就1500万左右的伤害啦 老实话 那Begita强悍的点就是在于这边啦 单回合内有机会四连发必杀 并且带有70%的灰心的那个能力 它的强悍点就是在于这个这个位置啦 大家 非常非常的猛 而且这边三连必杀下去的话 它的防御力直接突破 应该说接近60万的嘛 刚才是16万 它是16万起头嘛 16我们就直接100%乘一个2 然后再乘一个1.9上去 因为它开了3次必杀 所以有到60.8万 60.8万这样子的防御力 是很猛的 这张Begita在防御力的堆叠上 超级超级的无敌啊 我只能这么说大家 嗯 非常非常的棒啦 老实 很猛很猛很猛 如果是讲极翼悟空 它要跌到这么高的防御力 其实是不容易 当然啦 这张Begita自己也不容易啦 因为 所以 那个的确率不是讲 这么好运 每次都可以出发出来的 只能说 运气好的时候 撞到 那么就会很爽的体验啊 再加上它本身70%的彗星在那边 真的是没得数啦 嗯 整体的使用体感 我个人是觉得 是比起 上一轮极现在的限定卡 技术的超市口其他强了很多 也比去年的 跟它做对比的那一张 极翼悟空还要来得强啦 我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的观点 嗯 20连6会啦 就是这么个点法 如果是财星的朋友 好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也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我个人的观点 谢谢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